请剪彩 电线电缆人员传输大厂大雅集团 今年迈入第66年 特别在台中歌剧院举办透明生活展 台中市长卢秀燕 台中歌剧院副总监汪宏也一起参与 大雅66年的一个历史发展历史当中 就是台湾的发展史 就是台湾的新建史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电动机车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哇 这个是流离的吧 我们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员工客户股东 跟社会信赖的企业 大雅集团透明生活展 将平常被隐藏在日常用品中的期限 结合流离艺术工艺 完全透明展现在民众眼前 把我们的细胞线呢 跟流离方面的制品呢 把它结合在一起 主要就是像台中歌剧院一样的 能够致力于让艺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从高压电缆 手机 充电桩 电动机车 到电饭锅全都看得到大雅的产品 透过手机搜索轮的引导 为展览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体验 台中本来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很重要的据点 那我们以后呢会更来圣根台中 那在绿能方面台中有很多科学园区 我相信它的屋顶呢都是非常适合做太阳能 我们还是会积极地来找地面型的太阳能的按键 这边来找寻开发的机会 那另外我们在除能方面 这边也很积极的 台中用电量非常的大 今年66年了 去年65年呢 是我们公司65年历史来获利的新高了 那么我很乐观地来看今年66年呢 应该我们的营运呢 跟获利状况呢 应该可以再继续再创新高 公司呢 应该是说传承与创新啦 传承我们过去的产业的基础呢 然后呢继续呢 公司再往这个创新的方向再继续前进 大雅走过一甲子 从电线电缆本业出发 到跨足太阳能产业 即便疫情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但大雅希望透过展览 让大家感受到那股 串联你我日常的稳定力量 那继续新闻 许佳珍王嘉宏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